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役军人新型冠状病毒病例中 有431例来自海军 共有1555名军人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 包括后来康复的军人 37人入院治疗 一名新泽西州国民警卫队士兵死于病毒引起的并发症 除了罗斯福号疫情之外 目前很难证实军队其他地方发生类似疫情 因为五角大楼出于安全考虑 限制指挥官公开宣布他们负责的地方有多少案例 五角大楼官员警告 疫情在美国可能持续到夏季 并敦促部队采取防护措施 以确保健康 包括遵守公共卫生官员倡导的保持社会距离和洗手指引 4月5号 国防部长马克·埃斯珀命令包括部队在内的国防部人员 在公共或工作场所 无法与其他人保持六英尺距离的情况下 佩戴口罩 埃斯珀鼓励部队采购甚至自己缝制口罩 因为军方不会向部队提供口罩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